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啊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包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啊 出大事啦 小林财经牛逼 小林财经靠谱 所以真的 看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就告诉大家几号了 对不对 所以根据啊 这个有限的情报 我研判 分析推理啊 哪些信息比较靠谱 哪些信息呢 可能有问题啊 但是也反映一些问题 我昨天就得出结论 我说佩洛西3号访台 是不是 视频是不是摆在那 现在事实啊 这个证实证实啊 我 我们先看看最新的材料啊 就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以及以及是台湾方面啊 也是证实了啊 证实证实了 8月1号傍晚啊 发布报导称一名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啊 以及一名美国政府的官员均表示尽管台湾并不在 这这不是说并不在啊 这当初没没有确定啊 但是呃 佩洛西是会去台湾了啊 就证实了啊 这这当然里面这个这个很多这个翻译啊 或者说有有些偏向性的报道啊 但是CNN我没有看英文原文啊 他在CNN原文就说佩洛西是为台湾 而且还称啊 是会在台湾过夜啊 怎么过夜我们等一下就说啊 怎么个过夜法 然后美国官员也是称美军正日以继夜的侦察解放军的行动啊 当然这是他们的工作啊 这我这完全没问题啊 正在制定能确保佩洛西安全的计划啊 这个这个也没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在1号下午 我们也看一下中国这边现在有怎样的反应啊 啊 中方多次表明这个严正严重关切啊 严正立场啊 会导致严重后果啊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后果啊 啊 具体是什么后果啊 这个这个铁拳究竟是往往内打 还是往外打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中国就这么搞笑的 你发现他的任何的这些铁拳 你最后是打在自己人手上的 最后 搞不好啊 这个玩弗逼自焚 制焚 我们要对传递中方强烈的信号 到时候他干嘛呢 国内三铁拳后 国内抓人哪些人支持佩洛西在这国 所以我预计这个事情啊 国内有些朋友是小心了 就比比如平时就是客观理性分析问题的在在墙内 啊 就就就就一向都觉得佩洛西会去 以及是啊 呃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有一些极端的五毛粉红 他也对中国军方不满意 呃 就是说觉得他们这个这个动作没没到位啊 没有真的采取措施 这一批人可能会被抓起来 所以中方的强烈反应更多的是什么 用来对付韭菜的 所以这个后果我想过了 这个严重的后果可能是砸在中国的网民身上 后面会在墙内啊 你又就居然不支持中国军方 你这个外国外国外国外部势力啊 所以最后会砸到水头上 砸到国内的极端五毛粉红啊 就到到时候就觉得这个 哎你呀这个有可能啊 墙内的这个这这这种深红五毛粉红 他呢 这习近平你怎么这么怂 你习近平你快点打啊 啊这一批人会被抓起来 啊这就是个现实情况啊 这是真正我们会看到现实情况 我估计啊 还有国内的公司 当然立场是比较危险的了 因为这个这个事情 他可能会借机 他达成一个什么东西 借机达成对国内更强的管控 你看到墙内的反日运动 就比如这次反日运动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夏日记啊 什么什么动漫展 最后砸了日本人的吗 日本没有 也不知道你们在发生什么 但是这些措施最后砸了水 砸了中国老百姓 玩游戏的玩看动漫的 你以为这一群网民是日本人吗 他们也是拿着做做这个 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啊 对不对啊 啊 就按照法律上来讲啊 当然他们是居民啊 我们我们的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 所以最后所有的中国政府的措施 落地的时候砸的水 不会砸日本人 也不会砸美国人 美国人 日本人在中国永远享受超国民待遇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情况 真正被砸的是水 真正被砸的是中国的网民 嘿嘿 这个我反正把立场先说出来了 那我们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的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主权领土完整 至于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我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这个是赵立坚的话 赵立坚说了不算 他就是个发言人 啊 具体采取什么说持有 就是他没权采取啊 啊 具体采取什么措施 这个这个习近平问习近平啊 我刚刚说了啊 主要措施可能在国内实施 然后台媒这方面就就放出来消息 就比比较明确了啊 啊 台湾忠实新闻网啊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在访问亚洲啊 其办公室公布了啊 确定行程包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 日本韩国等国家啊 他是二号晚上 所以在马来西亚待的时间很短啊 马来西亚好像之后要承办G20了啊 之前习近平专门接待了左科嘛 我们都都说了 然后 新民可能是不是想去G20 不知道啊 然后二号晚上 之后我们再报道G20的问题 然后二号晚上10点30分到达从松山机场 这个是比较比较确定的 然后借晚上去 然后三号早上就跟蔡英文会面 然后随后上午10点钟离台啊 这个这个是中时新闻网的公布 呃 但是呢 我觉得他可他未必会这么快 因为没有必要在韩国待这么久 因为他是四号才跟韩国会面嘛 呃 所以嗯 他更多的是四号一早跟韩国这方面会面 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快去韩国 这个这个是个悬念啊 呃 呃 在这个这个时间 但是他这个时我们我们看出来啊 呃 之前很多这个这个中国网民说什么西方人傻白甜 我我现在看来西方人真不傻 西方人还玩的溜 你看这是他就不说 在他不说我现在了他他可以说我我就是途经台湾呢 啊 我我我我没有我没有明确出出访 我没有我啊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违反一个一个中国的政策 或者一个中国的原则 啊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什么啊 连如果中国采取什么措施 中国想碰瓷也碰不了 现在现在佩洛佩洛这个民主党 就不让你中国碰瓷这意思 你不要碰我瓷啊 我我我做我一个政客该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现在你说什么西方人傻白甜 我看一点不傻 他们还玩的溜啊 然后是我们具体到时候再看会待多久吧 啊 这个上午10点钟就离台 因为他18点钟跟蔡英文会面 你说10点钟是跟蔡英文会面结束 我觉得还差不多啊 啊 因为啊 这个 这个 但是蔡英文文化水平很高 他可以直接英文对话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 呃 我觉得时间还有点紧迫啊 嗯 啊 这个这个就主要是就是落实了啊 呀 落实了的时间可能他会有一个微调啊 特意在台湾过夜 其实他增加在台湾的时间 他尽量想增加在台湾时间 但是呢 呃 又不会给中国找到什么借口啊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因为他不是跟中国斗气啊 中国是斗气 中国是这么大内宣啊 这个哎呦 这个你看他他这真的是偷偷摸摸去了 呃 中国玩这些 大家这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的领导人 没必要玩这些啊 那些流到流到媒体去揣测啊 就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他你说他低调点 我觉得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啊 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我就你换换一万个领导人过去都都是低调 没必要啊 是吧 啊 所以这这我觉得符合一个一个合格的政客 应该应该做的事情啊 这这没有太多问题啊 嗯 这这这今天早上时间比较紧啊 我我先拍这么多 先说这个佩洛西这个事情 呃 中方我我刚刚也说了 他他也也做了 什么这个各方方面面在南海 什么军事训练啊 什么这这些也是表演嘛 表演给向内人看嘛 你说在台湾 你在南海演练看嘛 哈 这这这这这简直是胡胡闹啊 嗯 先说这么多啊 我要上班了啊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那边分享拜拜